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2017年在日本进行的 中决胜运动会女子四层100米 低利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处在第六跑道 身穿蓝色比赛服的选手 而本场比赛 他们的最大金恩对手 就是处在第五跑道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选手 比赛开始后 蓝队第一半选手起跑还不错 处在领先的行列中 但是红队第一半选手起跑 更好更快 处在第一的位置 当第一二半交接的时候 红队率先完成了交接班 而蓝队也紧随起后完成了交接 只见红队第二半选手接班后 奋力冲刺将领先优势 渐渐扩大 而蓝队第二半选手 也在奋力驱赶紧随起后 当第二三半交接的时候 红队依旧还是第一个 完成交接班的 而这个时候 蓝队已经掉到了第五的位置 红队第三半选手接班后 开始奋力冲刺 而蓝队第三半选手 个人能力确实有限 渐渐被身后的选手反超 当最后一半接班的时候 蓝队已经掉到了第六的位置 并且已经落后第一位 红队选手三米远的距离 不过只见蓝队最后一半选手 开始奋力冲刺 将前面的选手一个个超越 最终蓝队选手率先完成了冲刺 撞线以46秒95的成绩 逆转头冠了 从纸牌第六到连超五人 再到最后的逆转头冠 真的要感叹 这蓝队最后一半的个人能力 真的太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